他是中国造反第一大省,从秦朝到民国未缺席过一次,他为何能成为造反大省?他又能给人多大的震撼,以史为鉴,以往见来,订阅瑞历史,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根据统计,四川是中国历史上造反次数最多的省,从秦朝开始算,形成割据政权的就有14次,小规模造反更是多如牛毛。 民间还有这样一句俗语,天下未乱属先乱,天下以智属后智,意思就是天下还没大乱呢,四川却已经开始起义了,等到各地战乱平定时,四川仍旧是一锅粥,比如秦末的刘邦。 西楚霸王项羽为了防他,特意将其分封在了蜀地,结果还不是让他建立了西汉,再说新莽末年的公孙树,三国的刘备,在三国中,刘备最开始东躲西藏,成为夹缝中求生存的祈求者, 但当他获得四川,并在此建立根据地,自立国号为蜀国之之后,刘备才最终站稳脚跟,稳住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只可惜,在刘备死后,刘阿斗不争气,将一切再葬送,再到后蜀的孟之祥,不都是在四川称王称霸,因为四川太难管,元朝还将四川的门户汉中分给了陕西去管辖。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有用吗?可惜,元朝想的是很好,但目的却没达到,没了汉中,四川也不消停,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明玉甄率领军队占领川东,城市夺取重庆及成都等地,自称为龙鼠王,后又称帝建国,改称大厦。 这么看,元朝的办法是一点没管用,四川为什么这么容易乱呢?明末张献忠又在成都,建立了农民政权,大西,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北至广源,东街乌山,南至乌撒,西道微貌,囊括现今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后来大西政权出现问题。 但起初确实反映了四川人民对明朝统治的不满和痛恨,是他们争取脱离苦难,追求美好生活的一次尝试,不久张献忠败退,清军入川,清军入川之初,四川各地民变不断,南明永利地政权以四川为抗清基地,尤其康熙初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川,其残酷统治和重税苛政再次引起四川人民强烈不满。 1674年,王辉在四川西部起义反清,此后四川各地持续反清起义,得到广大农民支持,反映了四川人民对清朝殖民统治的强烈反抗,从明末章线中到清出一系列农民起义。 聚集了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争取自由,摆脱压迫,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其一军屡败屡起,但四川人民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意志从未熄灭,他们以热血和生命书写的反抗史诗,至今依然激励后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四川地理环境必然造就反抗的基因。 四川处在中国西南山区,位于青藏高原和秦巴山脉之间,南面是大楼山和云桂高原的横断山脉,东面是乌山和方斗山,东面是乌山和方斗山,北面是横跟全省的长江川流而过,自然形成了一个抵御进攻的天然屏障,由于四川三面都是崇山峻岭,山川环抱,城门深锁,造就了四川一手南攻的特征,尤其是四川北面的魁门,位于长江上游,自古就是控制长江航运交通, 和军事的要地,魁门地势是非常险要,江中水流湍急,一手南攻,乃绝佳的四川屏障,朝着魁门沿着长江向东顺流而下,不过现在三峡大坝修好之后,水位上涨,魁门失去了当年的地势险要,不过,四川的地理位置依然让人难以突破,山川环抱,城门深锁,攻进来还真是不容易啊。 而且,四川连接中国中部和西南西北地区,在将领眼中就是一块中心据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再加上四川中间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乃我国四大平原之一,物产丰盛,秦昭王的时候,蜀郡太守礼兵,总结了前人的治水经验后,在明江两岸修建了都江燕,从而免除了四川的水患。 资源也丰盛了,成为人们最看重的天下粮仓,四川由于成都平原,有着天府之国的美称,即使被外界围起来,也能够不缺粮断水和自给自足,无论是打游击战和持久战,四川都有富足的资源与敌人消耗下去,看到这儿,也许你就要问了,那四川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天府之国,为什么四川人民还这么爱起义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覆巢之下,将有完卵,这个词语来回答,当全国地区的人们都生活得水深火热,作为中央粮食主要供给地区的四川。 肯定也不好过,在古代,为了征兵打仗,自然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于是便从四川蒸发,但由此便让当地的人不开心,从而开始起义。 再加上,当地本来就很富属,以这里为根据地,粮食根本不用愁,除了地理环境外,四川人民的性情也是起义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骨子里的血性和彪悍是出了名的。 古代交通不便,四川里中央王朝的首都有一定的距离,天高皇帝远,所以定居到这里的人,一方面很难知道朝廷的消息,另一方面,他们对朝廷没有多少归属感。 再加上生逢乱世,没有一定的胆识和气魄,很难在乱世中生存下去,所以古代四川人民也从小教育孩子,要独立勇敢,尤其是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和残酷压迫时,古代四川人大多选择揭竿而起,直接挑战统治者的权威。 例如,北宋建立初期,赵匡印为了统一中国,就曾派兵前往四川,攻打割据此地的后属地方官。 然而,宋朝官兵进驻四川后,对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杀伏杀响等暴行,激起了地方官兵的反抗情绪。 属地军民见到宋朝如此暴行,自然不肯乖乖受降,很快就集结了五万多人,用力出一个颇有威望的地方官全师兄指挥起义,一时间属地军民大团结。 可惜的是,全师兄不会指挥,错失了战机,导致起义最终失败,虽然这次造反失败了,但这是一次四川军民团结了起来,坚决与残暴的宋朝官兵斗争到底的行动,这次起义也给宋太祖留下了属地不太平的印象。 前德四年时,他就将发生动乱的灌口镇改为永康军,把镇直接升为了相当于州的一级行政单位,而永康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希望四川人安分一点。 然而,数欲敬而风不止,只要还有压迫四川人民的反抗就还在继续,果不其然,宋太宗纯化四年,由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在永康军所属的清城县爆发了,之所以再次爆发起义,是因为赵宋王朝一边进行, 忌惮着属地军民,一边又把聚拢在这里的财富全部搜刮干净,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里。 四川人民参与了十四次王朝更替的大战争,几乎在每一个王朝的末年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这种精神在近代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川军在中国有着极高的评价, 无川不成军是对其最好的概括,以近代为例,辛亥革命,保禄运动,讨原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都有川军的身影。 军阀混战时,四川大大小小的战争有五百多次,虽然在这些战争中,川军的表现很弱机,但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川军几乎都是拿命在拼,抗日战争期间。 三百多万川人出川抗日,虽然他们拿着最简陋的武器,甚至是大刀,长矛,但却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 如松户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入勉作战等等,川军参与的战斗几乎都是十分惨烈的, 如松户会战中,川军二师军二师六师,战斗到最后只剩下五百人,其中营长全部遇难,团长级别的指挥官也阵亡了两人, 在抗日战争中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重,位居全国之首,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抗外敌的钢铁长城。 四川这块热土上发生的起义和战争是中华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川人民的智慧,勇气和牺牲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内涵,回顾历史,我们不禁为四川人民的英勇和坚韧点赞。 那么,你觉得四川的起义精神对当代社会有哪些启示和影响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